我們來看到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下禮拜天招卸任 卸任前有推出了熊好券終極加碼 但因為使用期限 直到昨天民眾大排長龍 想要來換這個熊好券 結果惹民怨 而且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熊好券的預算超之8000多萬 必須用兩倍的金額來因應 那麼柯文哲就說 一開始呢只知道 說兩倍金有剩下1億4000萬 怎麼玩 怎麼加碼 都不可能會超過 這預算是夠了 因為本來 那個二倍金就剩下1億4000萬 所以我當時知道不管你們怎麼玩 不會超過二倍金的範圍 這不可能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有時候沒有做過事情不知道 像這時候就學到幾個 第一 促銷活動時間拉長沒有用 短時間短 反而促銷效果會更大 第二 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使用這種台北通熊好券 這種電子支付 大幅進步 所以這也是一個 所以我們這個 一方面也見到了 產業振興 另外一面做到 整個社會轉型 雙重物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好 另外一點都講過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二倍金有1.4億 你怎麼玩也不會超過1.4億 好 持續來掌握的是 柯文哲 卸任之後呢 將回到台大醫院 報到之後再辦理退休 那麼被酸說有沒有可能可以領到很高額的退休金啊 那他就很不滿的說 考量醫術無法維持過去的水準 因此他認為年紀到了就不要佔位子 但是名嘴卻說的好像是他做了什麼壞事一樣 他說實在是誇張 現在有名嘴網軍治國 這些人會有報應 可問哲未來在現任之後 有自己的人生規劃 那麼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就算柯文哲現在是狀況就是六個排排座吃果果 一個人一個黨所以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甚至還預測柯文哲未來的路不僅艱辛 可能還會出局 排排座吃果果 那現在柯文哲唯一能做的就是這樣嘛 就是在他自己的民眾黨內安排一些人事 一些布局 那但是以柯文哲過去的個性跟他的領導風格而言 其實他也不需要那麼多的人事布局安排 都不必啦 因為其實整個民眾黨就是一人黨就是柯黨嘛 就是柯文哲的意志貫徹整個黨 所以其他的人事秘書長啊 這一些的安排其實這些我認為是多餘的 反正是柯文哲自己的一個人黨 他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那我覺得柯文哲最最主要問題倒不是他的人事啦 就是說最主要是你民眾黨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啦 這一點那是我們社會到現在一直在質疑他的部分嘛 這一個部分 那麼柯文哲一直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那當你黨的中心思想你沒有明確的提出的時候 那麼他在未來走的這個政治路上 其實已經被民眾判定 就是他大概我認為他未來的路不但艱辛 而且很可能就出局了 正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但是